好,事不宜遲,不如開始今天的演導會 在片廠裡搭了一個主景 那裏搭了兩個禮拜 那裏是第一天見到其他主演員 我們在火電圍圍堵 被場景震撼不到 在片廠裡搭了一個兩層樓高 而且很仔細的一個聲音 大家可能不太能見到 但是你會看到有兩層樓上去 而上去,這桌子都鋪好了 是坐到客人的,真的可以在上面吃 我自己在火火店 就是去收拾地下的玻璃碎 然後去交代 讓Sammy知道梁叔交代了 阿榮記不太好,未掃,未掃 小姐,你要開始接手這件事 從那裏一路上拍下去 所以在那五天的廠景裡面其實是很深刻的 就是大家一起困在火火店裡面 然後大家在每一天的相處裡面 其實是 無論是氣內氣外 大家的紋契和感情是慢慢的 越來越厚的 包括我和三位小姐的交流 也包括我們幾位員工 我們幾個員工在分場分景表裡有個title 就是叫做廢柴同盟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 我們四個其實就是假裝做事 其實不太懂得做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兩層去處理 然後一叫位就說 廢柴同盟,進去吧 我們四個人就一起去賣位 在那五天裡面就是大家一直去累積那些默契 無論就算是廢柴前或是廢柴後 我們廢柴同盟都在一起 吃飯又一起吃幾碟油菜 一起夾夾送給對方 那些默契是從那裡來的 就是好像睡到街頭一樣 小姐就一台你們廢柴一台 小姐也會有時候一起吃的 有時候有時候就會有時候 可憐你們那時候 又不是很可憐的,OK 但我聽到小姐在說回憶起的時候 好像都馬上入戲 剛才你一直說的時候 好像馬上代入你羅伯的角色 我想特別問的是 這個角色雖然是一個配襯的角色 但是感情也挺豐富的 就是因為你陪伴著小姐 一起走的那條路很困難 會不會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和小姐都有一種很特別的默契呢? 我自己一路就覺得 好像綁住她一樣 同時又有一種 是一個大男孩 就是兩叔就走了 小姐你不熟這間店 不要緊,我熟 我是這裡的管家 就是我當自己的廢柴同盟的朋友 最熟就是我的了 有什麼就找我 但其實都是拿手的情勢 但是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一路陪伴著小姐 而看到她慢慢揭露到那間店 或者後來兩位小姐 都一起來加入 一起經營的時候 那羅伯就覺得 對了,我好像做到我應該做的事了 兩叔交代的我做到了 那我就慢慢可以放心地交給她 到最後就是 其實那間店還運作下去已經不重要了 而是看到我三姐妹復活這件事 其實好像比起店舖 怎樣運作下去 或者怎樣 更加重要 在你剛才說的 那套電影籌備的時間 是真的很創存的 因為我記得那一陣 我那陣子約了我戲一吃飯 突然說她吃不到 因為她開戲 我說這麼急開戲? 是呀 很快就開 過零月後就開了 那這樣能不能開成 在這個過程中 剛才你說的每日圍讀 是不是一直拍攝的時候 其實劇本那方面 還是在執行 一直在一起 一個共同創作的過程 其實是幾共同的 那件事 好老實說 一份完整的全文 我Simply是沒見過的 就是一份很厚厚的全文 但是我們是有一個初稿 厚厚的地方 之後我們一直執行的 那些場口 而也有不少場口 有一場很深刻的 就是我們拍舞火龍 就是最後比較大陣子 那個舞火龍 那拍完舞火龍之後 就是我和Sammy 就坐在店鋪門口 就說番薯 其實本來是鋼組的 他說這些經歷 我們那時候開這場 差不多到四點半要追約 就是六點左右就出太陽了 那當時沒有火龍 大家已經散了 因為很累 也有很多事情去處理 而我想拍到舞火龍 接近尾聲的時候 導演就抓了我過去 就說 等一下 因為他還未知對白 突然就開始談對白了 就談我們等一下 怎樣說那一首對白 要說些什麼出來 用什麼節奏 內容其實 基本上大概大家知道 但是節奏是怎樣的 又或者和Sammy的交代是怎樣的 就差不多到達到拍舞火龍 那時候才放下去 那其實就是一直在那個過程中 是有這種事情 我們就是大家有個底 但同時間是提供一種流動和靈活性 給各位演員去想 那些事情是怎樣調節 好啊 那一會兒 我就想交給台下的觀眾 如果你們有什麼感受 或者有什麼問題 想問小野 都可以舉手提出 而去到這一步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就好好說 沒有那些話 一年前已經聽好了 但是就 我想就是開戲前到 一個月左右 就聽這個故事 就說我三個女主角是怎樣 然後她說我哪個人 是在做哪一件事 然後那時候也是很有玩 但是她會感覺到 她會怎樣處理 然後當她到 真的去拍攝的時候 那麥香是有一個習慣 就是她 是藏起了一個白紙� 在她的內心裏面 就是她一路多年來 草落的一些人切 或者一些不同人生活的質素 那她會在戲中按回需要 或者按回創作化進去 那譬如飛蟑螂 那場子就很深印象 那場子是不是突然的 那場子都有度 因為安排蟑螂居 都很簡單 聽說那些蟑螂 都是在電廠裡捉的 就捉了五隻左右 但是聽說在過程裏面 是沒有任何動物受到虐待的 在這個拍攝的時候 有很多是CG的場面 是的 也有CG的場面 可以看到在空中 蠻鏡飛的那些CG的場面 但是一看那場 就會想起以前 很多年前跟她去聊天的時候 突然有隻飛蟑螂出現的時候 她會說的話 那些事情就出來了 這場很有趣的 上次婚養會 我引述一下導演所說的話 我就很好奇地問她 飛蟑螂這一場 到底是怎麼想出來的呢 她說有一次她在台北街頭 拍攝途中 中午開飯 她就在一棵櫻花樹下開飯 覺得畫面很美 從飄落的櫻花 想到一隻飛蟑螂 所以都不得不佩服她 這個聯想的 另外其實我想 如果站在一個觀眾的角度 我特別想說 在現在的社會的氛圍之下 這部戲 有一個很特別 其實不很特別 戲經常都有 但是在現在的時刻 會很特別令人感受心的 就是兩個人之間的 紅頭、隔膜和那種遺憾 我不知道在場 大家可以怎樣看《BIGO哥》 但是 其實 其實坦白說 《BIGO哥》在這部戲裡面的演出 我是很受惑的 她是做得非常之厲害 非常之好的 純粹以戲來說 我是非常之喜歡她這次的演出 是的 沒錯 同意 昨天首映 也有很多人出來 都是說的 很準確 她一出現 她的那個力量就是對的 只不過是 在這個時刻 有些特別 大家會亂想到其他 也可能不讓大家分心 但是我看的時候 我很專注去看 所以就令到我 很投入這件事 對於另外幾位主人 其實我另一個很印象深刻 就是賴賴賴賴賴 她的角色很有型 很有型 我那次見到她 我都說 很羨慕你 這麼有型 我也想這麼有型 但是她真的原來是一個好女生的女生 她是非常之女生 就是含羞答答的朋友 然後有一場戲 我特別深感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意到 就是她在台灣打了一場比賽 很有型的那場比賽 就是最有型的 然後回到香港 就跟那個姐姐抱一塊 在那裡哭 她哭得好像小朋友 就是 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那兩場放在一起 令我覺得 這個演員很厲害 就是 那個深度很大 是不是 童童 我在現場見到她的時候 都覺得 這個人非常有型 但是同時間 她是有一些很深思細密的事情 亦都 在off-cam的溝通裡面 你會感覺到她的那個籤勢 昨天我收音看到她 大家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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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她就說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看到你一出場 就是我開啟哭到她 就流了她這部電影的第一頂來 然後我也說 我昨晚在第二次 我的最深刻的哭位 就是我一定是 無話皮曬出來的 都是 剛才所說 就是在梳化上抱著架子 然後她說 如果都這麼努力 世界都不變好 那怎麼辦 其實他 他整個電影有幾個很厲害的品牌 而我覺得 尤其是那一場處理得非常非常之好 是的 我想這套戲裡面 有很多個很好的角色 就是 你 賴眼妍的媽媽 又令人覺得 哇 就是很有力 然後 婆 婆 又是很厲害 就是每一個角色都令你 覺得人物很 很立體 而且大家會有分工的 很有不同的性格 另外 他一直看的時候 可能他代入到不同的情境裡面 尤其是很多朋友 他們上次影后會 都有說 其實我比較相同的經歷 可能他爸爸都在第二次家 看的時候 就很投入那件事 我想每一個人 在裡面都可以找到 自己一些類似的遺事 就好像剛才說 導演的白紙櫃 這些很入味的觀察 好 好了 我想等一下 看看 太好了 一句秀 哈囉 兩位好 知道我們 因為有很多唯獨的過程去研究劇本 這部電影也有不同地方的演員 我想知道你們在討論劇本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深刻的事 我自己深刻的 因為主要我的對手是Sami 很多時候我們對完一次 都是純對白的人 但是當一入set 真的好機的時候 那個眼神交流 其實是很幫助對方 尤其是坐在店門口那一場 就是 說到差不多 就是 我說的 他只是在家裡聽 我又不是經常看著他 那個電影也不是經常看著他 要看著他 看著外面說 自己本身有一些事情 然後一看一看 那個眼神一對 我又被他震懾了 那個震懾了就是 令到羅伯突然覺得 原來不是我自己一個 原來 雖然說 沒有家人的接納 再接納自己的梁叔 就走了 但是望一望旁邊 原來我有一個親密的戰友 也不是新認識 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真的緊密地相處 就是最近的這段時間 接著就有一種戰友的感覺 我覺得很多 關於這個劇本 就是 因為我之前看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講這個梁叔 為什麼會不會要他們這個問題 但是最後也看到他 都不講這些都是一個 比較好處理 所以我想問一下 關於這個問題 就是 劇組裡面有沒有什麼想法 謝謝 我記得上次去另一個影口分享的時候 都有觀眾問過 那究竟這個梁叔 在導演的心目中 或者大家覺得他究竟是不是一個壞的人呢 其實那個問題是直接的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父親 他真的是一個做得不好的丈夫 而老實說 一個人幾年之內 我會 如果是H-Range 我們說他還回10年左右 他在三地裡 有三個 差不多年多的女兒 對 其實 你說他是不是一個好的丈夫 或者好的父親 我想 都真的不是 但是 當然 那個戲就是用很多暗場去說 而他也有嘗試去彌補 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缺失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他嘗試去彌補他第一個家庭 就是香港的家庭 而當然他也真的失落了 我覺得 重慶的家庭是特別不同的 那個感覺就是 你見到李曉鋒的處理就是 他裡面很空白 但是他就一直用很多可能 比較歡樂的方法 去把那些東西遮掩到自己裡面 可能在成長過程裡面很缺失的傷痛 亦都很抓緊他現有的婆婆 你在這些不同的家庭裡面 就看到這個男人其實 他帶了些什麼葉去不同的地方 但是 如果要他說兩叔的話 就是 他曾經做了一些很錯的事 而他嘗試彌補 但是 他也沒有辦法彌補所有 兩位好 我想問一問 其實陰燕齊 他跟Sammy說了一句對白 他說 其實一種痛 即是痛苦 令到他會有另一種痛苦 他會減低了 其實他做火鍋店 是否跟這個對白 因為他做火鍋店 那你吃麻辣的東西 會覺得會 令到他默一點痛苦 兩國會減低了 會有一點關連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那一刻 其實裡面好像有 有類似的對白 可能他意味上是 但如果我問梁叔的角色 他本身是否真的想透過麻醉自己 這個我和導演之間很討論 因為Sammy聽過的東西都是入而齊去說的 那我想梁叔未必是去到這麼 那麼 英國帶著這個認知 就是 就是 吃辣是一個痛苦的 就開一個麻辣火鍋 令到自己麻醉一下 我想 也未必 但是他鋪了一個層次出來 就是鋪了一個 就是 就是所謂的 紫舌上的層次出來 就是 原來 大家是吃火鍋 是 麻辣的東西 令到你 轉現了一些痛苦 然後拍完之後 沒多久 就拍這個位置 已經很努力 他減低 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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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次在現場 看到他都覺得 為什麼 這麼肥 是 但是一聽就知道 原來他在現場 一定會這麼肥 所以 好 還有沒有 等等 嘩 嘩 我們今天的 Rage 很闊 我想請問 兩位好 你可以拿著咪 我想請問 你們在拍攝的過程 那時候 有沒有浪費過食物 這個問題很複雜 為什麼要浪費呢 原來就是 沒有吃膜 丟掉了就叫浪費 我沒有在裡面拍攝的過程 很酷歉 說一句 我沒有看到食物怎麼處理 但是我傾向相信有 就是 我沒有辦法 就是 我們可能 例如拍一個 因為我 我經常見煮食物的 我就是負責不斷存菜 很多場 火店的菜都不斷存菜 那我就 看著那些肉 就由鮮紅色 拋到白色 那樣 沒辦法 我們很多都會拍 可能一天要拍十個小時 那些食材 其實都是要進進出出 而 在現場做食客的 其他群眾演員 他們都不會放入客戶 因為都知道 未必 現場道具的那種是可以吃的 但是道具的那種不是廚師的那種 沒有廚師的那種 沒有廚師 有的 有一個我們幫忙做研究 說湯底如何整理的一個哥哥 他有在現場 有時候給一些意見 但是真的預備食物的就是道具的哥哥 那些東西是可以吃的 但是通常都不會真的放入 因為都怕吃了會有什麼事 因為真的沒有生的食物放了那麼久 但是我印象現場不是有極大量 然後每個踢我們都換個身 就不是 都真的牽著重用 我覺得盡量不要浪費太多 去做大前提 其實現在 他還是很喜歡阿儀士 他覺得很重 他的角色 結局都相對明顯 他是有半開放的去說 其實他兩個 重點是在一起 而我自己覺得他在結構上很聰明 老實說 在製作上的東西 因為導演之前也有說的 就是劉先生很好 其實那時候是他剛剛受傷完 無奈 這個應該是他第一個受傷 之口康復後的演出 他很好 他來幫忙 而他可以提供的人的時間 他都很忙 他提供到一天的拍攝 所以其實一直在創作步驟裡面 就是在想 究竟怎麼可以在一天裡面 用到劉先生發揮到最大呢 就變成它是一個 只會存在在車廂裡面 但是 那個東西不重要 因為我們那個戲 就是講到城市之間的連結 不同空間的連結 講到過海也很難 或者我看到有很多橋的出現 其實就是講到很多城市空間 其實我們要去通往 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劉先生其實好像一個點路明燈 就是在Sandy開了一些困難的時候 他就是在旁邊 即使他們也不是在一起 但是就是告訴他 其實路是可以怎樣走的 我覺得在這個熱球裡面 其實他是擺了一個很重要的發揮在裡面 很聰明 我一看完 我已經打給阿希 我就說 真的很聰明 連外國那段都專門選擇 猶太的英國 哈哈哈哈 你看到是完全用到去盡的 當然阿希會說回 他跟劉先生溝通 其實他看到劉先生是放了很多心機 就是他專門跟導演坐下來 兩個人 聊了很久的角色 應該怎樣發揮 應該對白的情感 那個底蘊應該是怎樣 放了很多心機下去 在現場跟Sandy 那些對戲 我聽到導演說 都是放了很多心思 就是不會因為一個很 很有情的演出 而減低了他在裡面的投入 這個我也是 我也是暴定同學 當然在放演會的時候聽到 但我也很佩服 對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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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